大家好,我是莉雅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上一堂油性粉彩加上水彩的课程 什么是油性粉彩呢? 其实油性粉彩它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大家都有玩过的蜡笔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学学怎么使用这项非常简单 然后又很可以快速的来制作出一个漂亮的作品 那我们今天要来画这一幅 是一朵百合花,白色的百合花 那我们会在背景呢,使用水彩渲染的方式来制作出来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大概会需要用到哪些材料 第一个呢,我们一定要先有一盒油性粉彩 那我所使用的呢,是雄狮所出的油性粉彩 那它是24色的 其实24色就已经还蛮足够了 因为它其实该有的基本色阶 暖色调的色调其实都有 建议大家可以去购买一盒 接下来呢,因为我们今天需要使用到水彩的部分 所以你也可以先准备大概两到三种的水彩颜料来搭配 颜色不需要太多 因为它主要是在背景的时候来做一个渲染 所以颜色如果选择太多的话 反而会让画面会过于的复杂 所以会比较建议大概两到三种颜色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所选择的是两种不同的蓝色调 那需要有水彩笔 抹布 还有一个条色盘 那这边呢,让我们来选择一支彩色铅笔 彩色铅笔的部分它其实是用来打草稿用的 我们今天不会用铅笔打草稿 是因为铅笔的颜色是黑色的 那我们的百合画是白色 黑色跟白色呢,它比较容易造成一种 就是画面滚浊的效果 所以呢,会比较建议用彩色铅笔来做打稿 再来可以准备一些棉花棒 棉花棒呢,是来帮助我们 游性粉彩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暈 暈开颜色的效果 等一下我会示范给大家看 那可以多准备几支 这样可以保持画面呢,比较干净 最后呢,你可以准备几叠的卫生纸 它是拿来干嘛用的呢 因为呢,我们在使用游性粉彩的时候 尤其是你在混色的时候呢 你的蜡笔呢,容易会有这种 颜色跟颜色就是 互相混合之后呢 产生的一些脏脏的 那个屑屑 我们就可以用 卫生纸呢,把它擦掉 这样也可以保持你画面的干净 好,那准备好所有的材料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画我们今天的作品啰 好,现在工具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进行画画的步骤咯 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用刚才讲到的色铅笔 我们先来打草稿 草稿的部分呢,我们主要就是用线条 然后把颜色的亮跟暗呢,把它区分开来 这样就可以了 不需要画得太复杂 动作可以轻轻的 这样子呢,它比较不会到时候 你在上油性粉彩的时候 跟你的油性粉彩 就是会...颜色会模糊在一起 因为我们今天呢,要画白色的百合花 会尽量希望它的颜色可以纯白干净 我现在主要画的是花瓣外形的部分 大家有看过百合花就知道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呢,它的花蕊非常的长 然后呢,前面会连接着就是有花粉的部分 我们其实在打草稿的时候可以先省略这一块 等一下呢,我们直接用油性粉彩把它做出来 那现在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亮跟暗的地方用线来把它区分开来 像这个地方它有一块阴影 我们就让它亮跟暗的交接处呢 用一条线把它画开 这样等一下你就会知道 哪里要涂暗色 哪里呢,我们要涂上白色 我们尽量以简洁的线条去把它区分开来 那有一些比较模糊地带的颜色 比方说就是...你会有点搞不清楚 它到底是深还是浅的颜色呢 我们一概都先把它当做是深色 因为如果你的色结分的太多的话呢 一刚开始,你在使用油性粉彩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手忙脚乱 所以我们这堂课呢,先利用非常简单的方式 分成大概两块面积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真的会怕自己到时候颜色上错的话 你可以用你的彩色铅笔轻轻的 在暗色的地方 用斜线 先上一层 颜色出来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白色的纸 所以呢 这样子呢 其实也可以帮助你在画的时候 比较不会引花 因为颜色其实都很淡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比较看不清楚 到底 什么颜色要画在哪里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让色块帮忙一下 好 这样子简单的分出亮跟暗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来画我们的油性粉彩 那在画之前呢 通常我会先把我需要的颜色选出来 然后摆在可能你的画的上面啊 或者是你手比较好拿到的位置 这样子桌面比较不会混乱 第一个 一定会用到的就是白色 然后呢 我们的百合花呢 它的暗面我会使用这一条 24号的灰绿 来做它主要暗面的部分 再来呢 暗面跟白色之间呢 其实可以混一点点中间色调 这个时候我就会使用灰色来帮忙 今天颜色都非常的单纯喔 我们不要就是一刚开始就太过复杂 所以呢这三支它就是百合花花瓣的主要颜色 再来呢到时候会画到它的花蕊的部分 花蕊呢它是绿色的 那通常呢我不会 马上就用像这种这么强烈的草绿色 我一定会让它搭配一些些 比如说深色或者是比较中间色 来帮它做一个过渡期的混合 这样子你的画面呢才不会变得就是太过鲜艳 或者是颜色太过突兀 这个10号的青绿色 好 再来呢前面带有花粉的地方呢 它是非常亮的橘色 这时候就可以把橘色选出来 那也是一样喔 既然我选了橘色 我就需要选一个可以当它暗面的部分的颜色 那我通常呢会喜欢用咖啡色来帮忙 所以我这个时候可以来选一支咖啡色 暗色选出来了 我想要再来选最后一支是可以帮它提亮 让我的花粉感觉就是有一种立体感 所以呢 比橘色再更强烈一点点的亮色呢 我就可以使用黄色来帮忙 好 那这就是我今天会用到的所有的颜色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花一点时间 把刚才彩色铅笔画过斜线的部分呢 一一的把它涂满 第一个呢我们要先从暗色开始画起 那有很多人会问说 为什么不先从最亮的颜色呢 第一呢我们今天用的是非常白的纸 所以如果我先从最亮的白色开始画的话 很容易会让我搞不清楚真正的形体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因为基本上你白色画上去之后 是会有点看不到的 所以呢我会比较希望就是先从暗色开始画 然后再来就是呢如果你先画暗色的话 你白色盖上去画面比较不会脏 如果你先画白色再画暗色呢画面容易会脏掉 因为蜡笔呢油性粉彩它比较粗 所以它的边边会有一些这些毛毛的笔触 那你不用太担心等一下我们会有方法可以解决 它涂到比较细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可以使用蜡笔的这个边缘去画它 这样子比较能够画出小面积然后又比较锐利的线条 所以可以学着去转动你的笔 去找到适合这个图需要的位置 然后让你的笔触去做一些变化 好那这就是我按面的部分 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把蜡笔放好拿出棉花棒 要做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刚才蜡笔涂过的部分 轻轻的用转圈的方法把颜色揉进我们的纸里面 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顺便呢 把刚才这些油性粉彩 因为比较粗的原因带出了这些毛毛的边呢 修饰一下 看修饰过的跟还没修饰的 它的边缘会有一些些微的不同 那为什么要用棉花棒来做这个手续呢 除了它可以让这些毛边呢 变得比较柔和 然后重新帮你的形做一个修整以外 主要呢就是要让你的颜色呢 变均匀 加上呢 让它可以更贴近于你的画质 等一下你在做变化一个颜色 如果跟它相互去重叠或者是晕染的时候呢 你的画面也比较不会容易脏掉 所以用棉花棒这个手续呢 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那如果你想要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 把面是加大一点点也没有关系 把一些你觉得它好像是深色 但又没有这么深的部分呢 这个时候也可以用棉花棒 上面已经沾了的 流性粉彩的颜色呢 往下慢慢去给它做一点点的暈染 好 都好了之后呢 现在呢 我们要来用一点点灰色 我们去找它看起来没有这么白 但是又没有这么深的部分 轻轻的在边缘加一点点的颜色进去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让整张百合花呢 从白色的变成灰百合 所以呢 这个灰色要非常小心的运用 就是加一点点就好了 沾完之后呢也是一样 我们用另外一头干净的 再继续用转圈的方式 这个时候呢 它跟深色地方的交接处 你也可以让它融合在一起 它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漂亮的漸层 好 结束之后呢 我们要用白色把剩下的部位 全部都涂满 那这个时候是考验大家眼力的时候 因为呢 白色涂在上面基本上呢 跟纸呢 是会有一点点相似的 那它有时候会不小心沾到刚才 灰色或者是暗色的部分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拿卫生纸把它擦一下下 然后再继续 虎像这边我就沾到暗的地方 然后我就干脆把它融合在一起 也是一样画到比较细的地方 然后我可以把我的有性粉彩用侧边去完成 好最后检查一下有没有地方没有画到 都检查好之后呢 我们也是一样 拿一根新的干净的棉花棒 将白色用打圈的方式慢慢的揉到你的纸里面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让它跟深色的地方呢 交界的地方可以做一点点的暈染 这样子你的颜色呢 它会更自然 那如果脏了的话呢 我们尽量就画一边 用干净的那边继续 棉花棒可以多准备一些 我们尽量让画面保持干净 那用棉花棒把颜色揉进去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 直到这儿去也能够工程 在这下期的节目 我们从来到这儿去用来 我们不需要再去找个污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